花莲市长为佳燕日前邀请的四位高中篮球队举办了庆功参会 恭喜女篮队夺得HBO高中篮球联赛以及第四名的夹击 加冕选手以及教练的辛劳并颁发感谢状 再以大学长的身份鼓励学弟妹再接再历 持续为花莲争取荣耀 而应邀出席的四位高中董事长黄淑仪以及校长蔡忠和 也特别自证球员的签名球以及纪念品 感谢卫市长的关心以及支持 111学年度HBL高中篮球联赛以及决赛在日前圆满落幕 花莲四位高中女篮队创下纪录晋级四强表现相当优异 今天四位男女篮他们自己也是真的很争气 我的女篮刚刚也得到了全国一组联赛的前四 那我觉得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的个头真的是矮人家至少十公分 在那篮下那个拼搏的精神我觉得很棒 那我们的男篮也是在这个花莲县 大概也是还有数一数二的 那我觉得今天在市长这样的一个鼓励下 这个我们的四位男女郎 现在当然不是最好 但是我们一定会更好 花莲市长魏家燕特别以大学长的身份鼓励学弟妹们要再接再厉 今天也请我们四位高中的孩子们来这边用餐给他们鼓励 因为我们都了解四位高中的体育其实非常的优秀 从我在读书时期的跆拳道一直到现在 甚至于棒球篮球都有表现不错的成绩 那今天以学长的身份来鼓励一下我们的学弟妹们 请他们用个餐 那也特别的感谢董事长 那董事长也跟我说过 其实在花莲市公所不管是在外交 他们也有日语班也可以做应用的一个方式 那未来也希望跟我们四位高中做长期的一个配合 四位高中校长蔡忠和表示 篮球队平常利用课余时间来加强训练 今天受到市长的邀请共享丰盛晚餐 队员们都十分开心 而同学们也致政了签名球给市长 感谢大学长的支持与关心 未来球队会继续加油 打出更亮眼的成绩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